就在不久之前 花莲空军机场被爆出 站刚的女宪兵居然还可以吹电风扇 引发了不少的批评 那么这样的情况 宪兵司令李翔咒非常的重视 他当天立刻就飞到了花莲来苦兵所苦 他以中将之尊 居然是亲自下海来占卫兵哨 就在30多度的高温之下 他也穿了全套的配备服装 占了两个小时 实际的来体验 检讨有没有缺失 当然也让底下的官兵心服口服 因为这边其实闷会热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电风扇 因为穿防弹衣嘛 对 因为防止卫兵重视 日前花莲空军机场 宪兵队的女宪兵站岗 竟然可以吹电风扇 引发外界批评 宪兵司令李翔咒 在新闻曝光后的隔天 7月2号赶赴花莲 以中将的身份 亲自下海占卫兵 不仅戴钢盔 还穿上1.5公斤重的 防弹背心 先亲身体验 再来检讨执勤措施 天后言论 他也是着宪兵的夹种服装 然后戴钢盔 然后执行执哨 两个小时下来之后 也是挥汗如下 最主要是来鼓舞 我们官兵的士气 来激发我们每位的宪兵同仁 为了荣誉 要发扬我们的光荣的 传统的精神 当天李翔咒 与花莲空军机场 宪兵队的官兵座谈后 授权各单位自行因应 不过为了荣誉 花莲先兵队 已经取消战卫兵 吹电风扇的福利 李翔咒放下将军身段 带头战卫兵 前所未有 也让底下官兵们 心服口服 美式新闻综合报道